生活中,我们一定想不到,打哈欠竟也能与脑梗塞联系在一起,69岁孙大爷就是如此,频繁打喷气成了脑梗塞复发的症状,好在,经过及时抢救,孙大爷恢复健康,脑梗塞复发的症状,频繁打哈欠。 众所周知,身体一侧麻木,预言表述不清,双眼像一侧凝视,一击对恶心的都可能是脑梗的症状,但打哈欠能作为脑梗探断,大家还真不清楚,频繁打哈欠也是脑梗塞复发的症状之一。 当中老年出现频繁打哈欠的情况,一定要引起重视,不能仅仅认为是坏剂影响。 脑梗高危人群不仅进去是老人,做好预防是关键,以往,咱们总是认为脑梗高危人群是老年人,其实不然,最了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了一期进入DXYZ过去更多相关资讯。